尽量不要用地宝石 这些印象不放进去 这就好 虽然我们讲不放进去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为什么 他一面看已经 刹那刹那全收进去了 剑色温神 统统阿赖耶里落些印子 跟用智慧完全不一样 用智慧好 用记忆还是造也 想一边又加一边 又加印象进去了 所以印象很深了 就迷得很深了 这样说大家好懂啊 印象迷得很深 那如何把它换过来 把我们已经迷得很深放下 我们对阿弥陀佛迷得很深 不深 你阿弥陀佛这位神 好 为什么他能送你到极乐世界 这个深极乐世界凡神通知徒 如果是很淡薄的 如果是很淡薄的话呢 深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 深方便度 深石宝度 就高了 那个高很难 我们要学奥耶大师 奥耶大师说的好 有人问他 你老人家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样的品位 你就满意了 他的回答是 只要凡神同居土 下下平无往生 我就满意了 这个对呀 我们不要需求 奢望品位高 不奢望品位自然高 和真高 你有奢望 我一定要什么品位 恐怕到临终去不了 那个机会就错过了 只要能去就好 别管品位 为什么 不管什么品位 都是奥违悦之菩萨 这个也是不可思议 也是很难相信 奥违悦之法身菩萨 菩萨里的最高的 怎么会一下就那么高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 把你提升的那么高 不是你自己有本事 修成的 不是 完全是弥陀的 恩德 不是弥陀恩德 怎么可能 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报恩 怎么报恩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珍宝 这一生去不了 要辜负他老人家了 这个要知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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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 阿弥陀佛